今天是我和妻子温妍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遇到温妍的时候已经27岁了,而她才22岁,足足比我小了5岁,温妍虽然小,但是长相,身材都是一等一,而且性格很温柔,不管在外面还是家里,都给足了我面子。 朋友都说我没钱没本事,还能捡个神仙老婆,真是天上掉线饼了。 不过,妻子有一点不同,就是很少说起自己的过去,我也只知道她是在农村的留守家庭长大,其他知道的就不多了。 三周年这天,我拿出提前三天在花店订的花。 开车准备带温妍去吃她最想吃的海鲜大餐,没想到她却拒绝了。 对不起,老公,谢谢你今天为我准备了这么多,但我今天必须出门去见一个人。 谁? 听到温妍这么说,我心里一阵不舒服,温妍犹豫了一下,告诉我是她小时候的白月光。 这个白月光名字叫赵卓,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感情非常亲密,在温妍上高中的时候,赵卓因为成绩差,没考上,选择去了外地打工,谁知却在外染上了毒瘾,为了还钱去跟人搞了电信诈骗,正好那几年,国家严打电信诈骗。 赵卓就被关进了局子,今天是她出狱的日子,而在赵卓入狱之后,她老家的父母也因为急火攻心,相继去世,临走前,他们摆脱温妍,好好照顾他们的儿子,一向心软的妻子便答应了。 如今赵卓出狱,无依无靠,截然一身,她所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温妍,听罢,我沉默片刻开口,既然她这么可怜,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真的吗?老公你真好。 温妍一阵激动,抱着我的胳膊,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苦笑一声,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又是白月光,又是脱姑。 这个叫赵卓的,要还是对我妻子念念不忘,恐怕不好对付啊。 等我们开车到了指定的地点,远远就看到一个瘦高的寸头青年站在那里,冲我们挥手。 严姐,你现在好漂亮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极品少妇。 看到我妻子时,赵卓眼睛猛地亮了,她一把抓过妻子的手握在手中,不断揉捏,眼睛如同狼一样,上下盯着妻子打亮,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心里一阵不喜,连连咳嗽几声,表明存在感,放手,你弄疼我了。 妻子看了我一眼,脸上满是尴尬。 不动声色,将手抽了回来,不好意思,情不自尖了,嘿嘿。 赵卓嬉皮笑脸说道,然后才将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你就是严姐的老公吧,长得,长得挺有钱的,哈哈。 赵卓不嫌不淡,跟我握了握手,我一下子给气着了,什么叫长得挺有钱的,意思就是说我长得丑,配不上温言呗。 我胸口剧烈起伏,死死地盯着赵卓,要不是顾忌着温言在场,我非得冲上去给他一巴掌,好了好了,有什么话,我们上车再说吧,赵卓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老公订了酒店,一起吧。 好啊,赵卓想都没想,笑着答应了,我心里更郁闷了,那是我定来和妻子共度纪念日的。 不是请你小子吃的,然而妻子都开口了,我也不好拒绝,只能捏着鼻子上了车,上车后,妻子并没有选择坐在副驾,而是和赵卓并排坐在后排聊天,两人有说有笑,浑然忘我,严姐,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两家中间的大槐树吗? 赵卓突然开口,记得啊,怎么了? 妻子好奇道,小时候,我们两个经常在大槐树下过家家,我扮演丈夫,你扮演妻子,还有入洞房呢,时间过得真快,真的好怀念啊。 赵卓说着,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满是挑衅,我在后视镜里看着这一切,脸瞬间绿了,表情就跟吃了苍蝇一样,别乱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妻子脸一下红了,她看了我一眼,赶紧扯开了话题,对了小卓,监狱的伙食一定很难吃吧,你今天刚出来,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想吃海鲜,螃蟹,大龙虾,还有美味的鲍鱼,太巧了,我老公今天订的就是海鲜大餐,等会儿你一定要多吃一点,补补身体。 我在前排心痛到低血,以赵卓的性格一定会盯着贵的吃。 到时候又不知道要花我多少钱,果然,当我们吃饱喝足,从酒店走出来时,看着那接近五位数的账单,我脸都黑了。 然而最气的是,我因为要开车好东西都没吃几口,却被赵卓胡吃海灾给吞掉了,就这样,她还不满足, 一直嚷嚷着没吃饱,要夹菜,眼看着天色黑了,我勉强扯出笑容,天色不早了,我给你在附近订个宾馆,送你去休息吧。 不用了哥,今晚我住你家就行,我不嫌弃的。 赵卓打着酒哥说道,你不嫌弃,我还嫌弃呢。 我黑着脸开口,这不太好吧,我家里挺乱的,还没收拾。 话说到一半,却被温言打断,我觉得挺好,小卓刚出狱不久,外面肯定住不惯,就住我们家算了。 还省钱,省钱,我心里一阵无语,心想你们刚才拼命点龙虾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省钱,住一晚宾馆,才花多少钱,跟一只两千的傲龙能比吗? 还没等我说什么,温言已经扶着醉酒不省人事的赵卓上了车,我没办法只能转头回家,进了家门后,我费力将赵卓放到沙发上,随后又去收拾客房的杂物,给他铺上被子。 等到我出来的时候,却看到赵卓不知道什么时候吐了一地狼藉,温言正贴心拿热毛巾给他擦拭,那副贤惠的样子看得我都嫉妒了。 就好像躺在那里的赵卓才是他老公一样,一直忙活到十一点,才把赵卓这尊大佛搬上了床,随后,我洗了个澡回到床上,没一会儿就看到,温言披着浴巾,光着两条修长的眉腿,走进了卧室,妻子原本就是女神级的大美人,此刻浑身散发着湿漉漉水气的他,更显得妩媚动人,撩人心弦。 老婆,我们要个孩子吧,我伸手将温言拉进了怀里,双手不安分摸索,嘴在他的耳边喝着热气。 下一秒,温言忽然翻身,将我压倒在床上,他抓着我的手,用魅惑的表情含着我的手指。 好啊,不过今晚外面有人,你可不能把动静搞得太大哦。 我愣了一下,心里更加火热,原本我只是想挑逗一下温言,没想到他比我还着急,想到这里我再也把持不住,屁颠屁颠把卧室灯熄灭。 随后拉着妻子钻进了被窝,过了半小时,我喘着粗气,从温言身上抬起头,下意识竖起了耳朵。 老婆,你听外面是不是有脚步声,会不会是赵卓?没有吧?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温言听了一会儿,不满地嘟起嘴,双手圈住我的脖梗,哎呀,别管他了,我们继续,我还没好呢,妻子的声音像小猫一般软糯勾混。 聊拨得我心痒痒的,我黑黑一笑,将被子一把拉上,继续战斗,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我睡眼惺忪摸了摸枕边,却发现温言不在身边。 就在这时,我听到客厅里传了奇怪的声音,心中不由得一惊,当我从房间探出头去,却发现温言仰头靠着沙发,脸上露出愉悦享受的表情,我仔细一看,温言身上的睡衣也掉落一半,露出雪白性感的锁骨,而赵卓正弯腰跪在妻子的脚边,一双大手不断揉捏着,你们在干什么? 我咬紧牙关,阴沉着脸走了出去,见我面色不对,两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刻分开做好,温言急忙将睡衣整理好,挽了挽头发,我今天早上把脚扭了,小卓说他懂一点按摩的手法,正在给我按脚呢。 对,是这样的,在监狱里学过一点,赵卓挠着头,打了个哈哈,游鬼,这两人肯定游鬼,看着他们做贼心虚的样子,我心中生起强烈的危机感,似乎他们才是家里的主人,而我只是多余的客人,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它弄走,不然说不定哪天头上就多了顶帽子。 还是绿的,小卓,你刚出来有什么打算吗,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吃早饭的时候,我连忙开口,那也行,不然我闲着也是闲着。 赵卓愣了一下,大大咧咧开口,不过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文化,就给我找个保安,快递之类的活,一个月几千块就行。 行,这事就交给我吧。 我爽快地答应了,同时心里多加了一句,最好是包吃包住,总之要让他离我们越远越好。 这时,一直没有出生的温言开口了,你哥说得对,不过这几天你就先在家里住着,我给你多做点好吃的。 谢谢颜姐。 赵卓愣了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笑得似乎有些不怀好意,我有些不满,但看见温言没什么反应,心里也不好发作,只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个机会,尽快让他离开这里。 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过了几天,我联系了以前的老朋友,然后带赵卓出了门,经过一天的劳碌奔波,面试了四五家公司之后,我终于帮赵卓搞定了工作,小区保安。 一个月四千块,有五险一斤,包吃包住,最重要的是工作地点在城南,而我和温言住在城北。 彼此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这一点才是我最期望的,替赵卓找好工作之后,我给温言打个电话,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嘱咐他晚上多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挂掉电话。 我看时间还早,便带着赵卓去附近的商场逛了逛,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新鞋子。 等我们回到家,温言也准备好了丰盛的食物。 今天的他,穿了一身性感诱惑的蕾丝小吊带,下身淡红色长裙,一头绣发柔顺地披在肩头,一颦一笑,风情无限。 除此以外,家里还多了一个陌生女孩,她穿着性感短裙。 身上纹着黑蝴蝶纹身,腰脂纤细,眼睛大耳妩媚,尤其是那惊人饱满的身材。 给我看得呆了。 阿卓,我终于等到你了。 女孩一见我身边的赵卓,立刻红了眼眶,她飞奔过来,扑进赵卓的怀里,像枝树带熊一样捐在她身上。 两人旁若无人热闻起来,给我看得一阵脸红,心想现在的小女孩也太开放了,过了好一会儿,女孩才意犹未尽,从赵卓身上下来,冲我点了点头。 哥,我是阿卓的女朋友,我叫何慧。 你好。 我伸手握了握,心里忽然有些好奇,赵卓这几年不是在坐牢吗? 她哪来的女朋友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何慧不好意思解释说,她和赵卓就是坐牢时候认识的, 两人约定了,谁先出去,就等对方出来,我听了顿时傻眼了,心想这也行。 不过转念一想,赵卓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一张嘴倒是很厉害, 就算在监狱里骗个老婆,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吃饭的时候,餐桌上的气氛热闹。 温言出色的手艺让赵卓和何慧夸赞不已,而何慧不住地给我倒酒, 感谢我对赵卓的照顾,我虽然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一想到张阳很快就要离开,便也没多想,迷糊之间喝下去不少。 忽然,我一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何慧身上, 我赶紧抽出纸巾去擦,却在无意中触碰到何慧白嫩的大腿, 我很不好意思冲她点了点头,何慧却像没发现似的, 转头和赵卓说话,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 凭我多年的阅历能够看出来她是装的。 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涌起一股异样的情绪, 何慧的肌肤很细很软,有一种轻轻用力就能揉碎的错觉, 像捏豆腐一样,可能这就是年轻的好处吧。 温言虽然身材长相都胜过何慧,但年纪毕竟摆在这里, 再怎么打扮也没有那种韵味了。 喝多了之后,我有意无意用手背去触碰何慧的大腿, 她也总是一副乖巧的样子,并没有说什么。 吃完饭后,何慧说要留下来照顾赵卓, 我没有多想,便给她准备了一套新的洗漱用品和拖鞋杯子, 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一进门,温言就像水蛇一样缠了上来, 她搂着我的脖子,脸蛋娇媚红润,媚眼如丝, 老公,我要别,赵卓和何慧还在外面内。 我看了一眼门外,有些犹豫,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更刺激吗? 温言凑在我耳边轻声道,老公,你听,那边的声音更大呢。 我愣了一下,竖起耳朵仔细听,果然听到赵卓的房间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 这声音像已团伙,彻底点燃了我心里的欲望。 好吧,真拿你没办法,看着脸色飞红,衣衫凌乱的妻子, 我心中再也压抑不住,一把将她抱到床上,然后扑了上去, 或许是因为赵卓就在不远处睡着的原因, 这一晚我和妻子比平时狂野的多, 而那边也像是听到了我们的动静,不甘示弱似的便大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像是竞赛一样,你方畅霸我登场, 一直折磨了好几个小时,才昏沉睡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睁开惺忪的睡眼, 只见温言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卧室里一片漆黑。 唯有卫生间里灯火通明,可能是温言在上厕所吧, 我打了个哈欠,翻身继续睡觉,过了一会儿,房门被打开了, 一个温软的郊区爬上床,钻进了我的怀里, 我没有多想,一把搂进怀里,忽然身下的人发出一声娇媚的声音, 我眉头一照,隐约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声音不像是温言啊,还有这滑腻的触感, 这惊人的尺寸,难道我一下子清醒了, 打开灯之后看了一眼,瞬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头皮都麻了,躺在我怀里的竟然是何惠, 此时的她闭着双眼,脸色潮红, 浑身一丝不挂,但我却没了丝毫的兴致, 脑海里不禁冒出一个恐怖的念头, 如果此时在我床上的是何惠,那在赵卓房间里的是谁, 顾不了许多,我疯了一样,冲下床,往赵卓的房间闯, 赵卓的房间并没有锁,我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 下一秒,我看到了让我浑身冰冷的一幕, 赵卓正抱着温言躺在被窝里, 虽然他们身上盖着被子,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的脸一下子黑了,双拳死死钻紧,大喊了一声, 赵卓,你他妈在搞什么鬼? 赵卓被我愤怒地喊声惊醒, 他不满地回头看了一眼, 嘟囊道,看什么看,回去找你老婆去,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 冲上去一拳打在了他脸上, 操,你好好看看你身下的人是谁, 这一拳直接把赵卓的酒劲给打没了, 他摇头晃脑站起身来, 看了一眼身下,瞬间整个人都清醒了, 严姐,操,你还看呢? 我又给了他一拳, 然后扯过被子盖在温言身上, 赵卓即使胆子再大, 此时也耸得像个孙子一样, 他低着头走到我身边道歉, 对不起,哥,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一直在房间睡觉, 我也不知道严姐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 再说了,何惠他? 赵卓说到一半,突然反应过来, 拔腿朝我房间跑去, 很快他便黑着脸跑回来, 给了我一拳, 妈的,你还给老子庄, 我说小惠怎么不见了, 原来是跑到你床上去了, 你个狗东西, 我早就看出你眼神不对了, 被他这么一击, 我心中的怒火也冒了出来, 你还有脸说, 你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自己心里不清楚, 我告诉你, 我早他妈看你不爽了, 我俩一边喊着, 一边掐打在一起, 很快就在地上滚坐一团, 直到何惠和温言清醒, 赶过来将我们拉开, 好了,都别吵了, 大家坐下来冷静一下吧, 温言开口了, 很快, 我就在温言和何惠你一言我一语中, 明白了真相, 原来温言和我激情之后, 便想要去卫生间清洗一下, 于是便趁着酒意摇摇晃晃走了进去, 没想到何惠也在那里, 何惠主动提出帮温言清洗, 温言没有多想, 便答应了,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感到越发疲惫, 便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等到再次清醒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赵卓的床上, 而何惠给出的解释是, 当时他也喝多了, 再加上第一次来我家, 根本分不清房间, 这才把温言送到了赵卓的床上, 听完后, 我久久无语, 我看着温言, 此时他脸上的神情极其复杂, 既有羞愧也有愤怒, 同时还夹杂着一些, 其他我看不懂的情绪, 反倒是何惠, 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 我看向他的时候, 他还冲我眨了眨眼, 舔了一下嘴角, 是他在搞鬼, 我想起白天的许多点点滴滴, 心里一下子明白了, 然而此时错误已经铸成, 就算我在懊悔, 也只能藏在心里隐忍不语, 最终我们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件事从今以后, 谁都不许再提, 不过作为代价, 赵卓和何惠明天天亮, 就要从我家搬走, 赵卓和何惠点了点头, 他们也没有反对, 第二天一早, 我黑着脸, 开车将赵卓和何惠送走, 将他们安顿好后,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了家, 一进家门, 温言就冲出来抱着我大哭, 说他以后再也不会和赵卓来往了, 希望我能原谅他这一次, 我点了点头, 然而心里却始终有些不舒服, 像是被一块巨石堵着, 压抑得难受, 我叹了口气, 直到我和温言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就像一面镜子缺少了一块, 再也不复完整, 而缺少的这块碎片, 名为信任,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之前那样的平静, 我每天照常上班下班, 温言同样如此, 而赵卓和何慧也非常守约, 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只是听何慧偶然说过, 他现在和赵卓住在一起, 赵卓当保安, 他当收银员, 工资一个月也凑合, 就在我渐渐习惯这样的生活, 快要将那晚彻底遗忘的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 再次扰乱了我的心绪,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刚打开家门, 就看到温言坐在沙发上, 手里攥着一个东西, 他低着头紧摇嘴唇, 脸上的表情说不出高兴还是惊恐, 我心里一咯噔, 怎么了老婆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老公, 我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 温言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 我怀孕了, 短短的四个字, 像一柄重锤砸在我的心头, 我头晕目眩几乎难以站立, 短暂的狂喜之后, 紧随而来的是巨大的恐慌, 原来如此, 我终于明白温言为什么一脸不安的表情了, 估计他此时此刻和我的内心想法是一样的, 谁的? 我握紧了双拳, 我, 我不知道, 温言看了我一眼, 突然低下了头, 我问你, 孩子是谁的? 我突然加大音量吼了出来, 温言被吓了一跳, 眼睛里的泪水也流了下来, 我说了我不知道, 总之就是那一碗的事情, 反正这个孩子不是你就是, 就是小拙的。 你听, 还有脸说, 我像疯了一样, 冲过去摇晃他的肩膀, 将心里积攒已久的怨气, 全部倾泻了出来, 我就知道你还惦记着他, 难怪结婚三年你始终没有要孩子的想法, 却在半年突然说要备孕, 呵呵, 是不是从大时候就盘算着给我戴绿帽子呢? 老公, 我没有, 闭嘴, 我不想听你解释, 现在我觉得你很恶心, 你跟赵卓是天生一对是吧? 好吧, 那你们过吧, 我走。 我愤怒地将手中的杯子砸在地上, 随后冲进房间, 开始收拾行李, 听到巨大的动静, 温言身子晃了晃, 无力捂住脸, 坐在沙发上哭了起来, 直到我拉着行李箱离开家, 他还是坐在那里没有抬头, 只有双肩微微颤抖着, 离开家后, 我拎着行李箱走在马路上, 夜晚的风呼啸而过, 看着面前的车水马龙, 我忽然生出一股无力的感觉, 家都没了, 我该去哪里呢? 就在这时, 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 在发现是温言打来之后, 毫不犹豫挂断, 然而没过一会儿, 电话又再次响起, 我眉头一皱, 挂断之后, 直接静音关机, 我在街上一直游荡到凌晨时分, 最后无可奈何, 只能打了一辆车来到我的一个同事老黄家, 老黄比我小几岁, 也没有结婚, 平时就一个人住, 当他看到我深更半夜出现在他家门口时, 吓了一跳, 怎么了? 看你这样子跟条丧家支犬一样? 老黄一边接过我的行李, 一边吐槽道, 乌鸦嘴, 我没好气瞪了他一眼, 将自己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 老黄眉头一皱, 大骂赵卓是个畜生, 肯定是他勾引我老婆, 就应该把他暴揍一顿, 再送去公安局, 我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老黄见我不说话, 便让我坐一会儿, 他去给我找点东西吃, 过了一会儿, 老黄拿着一桶泡面出来, 说他家只有这个了, 让我将就一下, 我点了点头, 吃饱之后, 老黄问我,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摇了摇头, 说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脑海里, 总是浮现出, 温言和赵卓相处时的一幕幕, 还有那一晚, 他们赤身裸体在床上缠绵的场景, 这些犹如噩梦一样的场景, 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接下来的几天, 我一直躲在老黄家里, 也没有去上班, 听老黄说, 温言去公司找过我几次, 也向他打听过我的下落, 只不过他没有说, 某天晚上, 老黄拎着酒走进我房间, 给我倒了一杯之后, 缓缓开口, 其实吧, 我感觉嫂子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 事情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糟, 我白了他一眼, 问道, 什么意思? 老黄沉默片刻, 似乎在组织语言, 我觉得吧, 你们之间唯一的芥蒂 不就是那个孩子吗? 要我说, 如果那个孩子是你的, 那就皆大欢喜, 无事发生,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 那自然是另外一种情况, 首先嫂子不是故意出轨的, 那种情况下, 她也是被迫的, 或许你们可以回去商量一下, 如果不是, 留掉也不是不可以。 我沉默了, 过了片刻, 我叹了口气, 这几天, 她还去过公司吗? 每天都去, 一直追问我们, 好几次我都顶不住压力, 想要把你在这里的事情告诉嫂子, 我瞪了她一眼, 老黄赶紧闭上了嘴, 我俩就这样沉默着, 一杯接着一杯喝着闷酒, 过了一会儿, 我叹了口气, 说让老黄明天去我家替我拿点东西, 顺便替我探探温言的口风, 老黄拍拍胸脯, 告诉我这件事包在她身上, 第二天一大早, 老黄请了一个假, 开车直奔我家,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松了口气, 心想也该和温言和解了, 然而没过半个小时, 老黄就开车回来了, 她眉头紧皱下了车, 一副气愤不已的模样, 怎么了? 我心里一个灯, 妈的, 我真的看错她了, 真是一个贱女人, 老黄破口大骂, 老黄说, 她开车到我家附近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个男人, 也鬼鬼祟祟走了进去, 她趴在门缝上, 听到两个人在里面做那种事, 声音叫得贼大, 还说着什么离婚, 什么净身出户, 我脸色一阵苍白, 问她有没有看清楚, 那人长什么样, 老黄赶紧拿出手机, 说她不但看清了, 还拍了下来, 照片中, 一个男人在我家门口, 和温言拥吻在一起, 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 但我也立刻就认了出来, 这就是赵卓, 我的心瞬间冷了下来, 哥, 你的想法是对的, 就应该远离这种荡妇, 不然哪天死的都不知道, 老黄愤愤不平开口, 我深吸一口气, 你走的时候, 他们还在吗? 在, 老黄瞬间会议, 怎么了, 哥, 是不是要教训那对狗男女? 要不要, 我跟你一起去? 我摇了摇头, 不用了,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就让我自己解决吧。 说着, 我披着衣服出了门, 我心里已经想清楚了, 既然温言敢背着我做这种事, 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 我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女人身败名裂, 复仇代价。 如果楼下便利店的时候, 我停下来脚步, 为了以防万一, 我买了把水果刀带在身上防身, 随后, 我开车直奔回家, 然而, 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却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对劲, 门是开着的, 屋内漆黑一片, 隐隐约约飘散出血腥味, 难道, 我赶紧冲了进去, 下一秒, 我如遭雷击愣在原地, 就连浑身的血液都冻结了。 客厅了, 温言面朝下倒在血泊之中, 浑身一丝不挂, 他身下的血缓缓流成河, 正不断向四周扩散, 温言, 死了, 老婆, 我像是发疯一般冲过去抱起老婆, 痛哭失声, 老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然而温言的身体早已经冰冷, 瞳孔也已经扩散显得无神, 彻底失去了气息, 是谁? 对了, 一定是赵卓杀了他。 我猛地抬起头, 在房间里四处寻找起来, 然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只有一把沾血的菜刀放在厨房的案板上, 我失神地拿起刀, 陷入了沉思, 放下刀。 不许动, 举起手来, 就在这时, 警察的喊声在我耳边响起, 我茫然抬起头, 看见一对警察冲进了我家, 而跟在他们身后的, 赫然就是得意洋洋的赵卓, 警察, 就是这个人拿刀杀了他老婆, 他还想杀我, 幸亏我跑得快, 你们赶紧抓他。 我已经猛地丢掉了手中的刀, 不是我,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已经, 然而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警察按在了地上, 随后被扣押起来带上了车, 来到警局后, 我被带进审讯室, 一个长相威严的方连警官, 将作为凶器菜刀的正务袋, 扔在了我面前。 这把刀上面, 尤其只有你的指纹,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我心里已经, 心想怎么会这样, 但很快我就反应了过来, 这把刀在我家的厨房, 上面有我的指纹, 自然不会奇怪, 但如果凶手闯进我家里, 并戴上了手套, 自然也不会留下指纹, 还想狡辩。 警官冷哼一声, 你和你的妻子, 有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你的妻子曾经连续多次去你的公司找过你, 而你都不在, 请问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我在我的一个朋友家, 我老老实实将自己和妻子发生矛盾后, 跑到老黄家, 又让老黄去打探口风的事情说了一遍, 警官听了之后眉头紧皱, 随后, 他让人把老黄带过来, 哥, 难道你真的杀了嫂子? 一进门, 老黄就惊慌失措喊了起来, 警官, 这可和我没关系啊, 我发誓我绝对不是帮凶,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警官瞭了他一眼, 老黄看了我一眼, 随后将我之前说的又说了一遍, 只是在说起他去我家打探口风的时候, 却一口咬死并没有看到赵卓, 家里只有我老婆一个人, 我心里已经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老黄, 我心里又惊又怒,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老黄居然睁着眼说瞎话, 难道说他收了赵卓的好处, 除此之外, 我们调取了监控录像, 发现你从他家出来之后, 去便利店买了一把水果刀, 是不是这把? 警官瞪了我一眼, 晃了晃真无待理的凶器, 我赶紧摇头, 说并不是, 随后便去怀里掏我买的那把, 然后这一掏却掏了个空, 此时我才想起自己看到死去的温言时, 情绪过于激动, 好像将刀遗失在了现场, 我的脸上瞬间难看起来, 警官的面色瞬间阴沉下来, 我看你也不用狡辩了, 还说老老实实交代吧, 争取宽大处理, 我,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门外忽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警官, 我有证据, 我能证明她是无辜的, 听到这似曾相识的声音, 我心里一惊, 这时, 何惠很快何惠被带了进来, 而他手里的证据, 就是一段隐蔽的录像, 看完这个录像, 我才明白了一切的真相, 原来当年参与诈骗被抓的, 应该是我的妻子温言, 而那时候, 赵卓却甘心顶替, 为他坐牢, 温言答应赵卓, 能他出来, 两个人就在一起, 然而赵卓入狱之后, 温言却和我走到了一起, 甚至还特意改了姓名, 也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 然而温言没有想到, 赵卓出狱之后还是找到了他, 并威胁要将这件事告诉我, 甚至找到一个人演戏, 强占了温言, 而那个人就是何惠, 他根本就不是赵卓的育友, 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 当初赵卓给了他一万块, 让他演一场戏, 他没有多想便同意了, 然而赵卓事后不但不付钱, 反而以这件事作为要挟侵犯他, 所以何惠才偷偷录下证据, 想着要作为反击的把柄, 赵卓想要让温言和我离婚, 并让我净身出户, 而温言并不同意, 这时候赵卓不知道从哪知道我藏在老黄家, 于是他给老黄开了一笔巨额报酬, 要求他勾引我上套, 而老黄最终没能抵住诱惑同意了, 直到此时, 我才知道那天为什么一切都那么凑巧, 从老黄的怂恿, 告状, 到我的桌间, 上门刺头罗网, 一切都像预言好的一样, 把赵卓带进来, 警官皱眉道, 很快赵卓被带了进来, 面对如山的铁证, 他不得不亲口承认了一切, 老黄瘫软着跪在地上, 哭着说自己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希望我给他一个机会, 而我只是摇了摇头, 最终赵卓被判处了死刑, 而老黄和何慧也因为各自的罪行, 被判三年和一年有期徒刑, 不过在提供证据并主动自首的情况下, 何慧最终免于坐牢, 只是缴纳了一笔罚款, 一切结束的那天, 何慧找到我, 真诚向我道歉, 说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补偿我, 我的心思却一阵飘忽, 想到了那一晚, 当时你将温言骗到赵卓的房间后, 本可以作弊上官, 为什么你还要爬到我的床上? 看着何慧羞涩通红的俏脸, 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